花六四线瑞港公路交通再度中断 齐美春田信喜肾病患 喜肾时间已经延误一天了 情况很危急 13号一大早 瑞乡公所也即刻联系封兵乡公所 以接驳方式把这个患者 从齐美成功的送到封兵大港口之后 家属再从光复公路经过台九线 到达玉礼镇 让他可以喜肾就医 齐美春田信喜肾患者 原本计划瑞港公路抢通后 就即刻外出就医 不料今年一早瑞港公路三公里处 路面整个塌陷 交通完全中断 已经延误一天就医的天性病患 出现头晕身体不适 村长蒋国雄立即通报 湘公所请求协助 我们齐美有一位村民 今天要到玉礼去做喜肾的 那也谢谢我们封兵湘公所协助 从封兵进来做一个道路的清理 接获瑞士乡公所请求的 封兵乡公所二话部说 即刻从封兵大港口往齐美部落前进 双方以接驳的方式 要将天性患者尽快送出来就医 那跟他通完电话之后 我就折成我们的秘书 那也是请我们的一个 幸福巴士的同仁 从瑞港公路的 从瑞瑞进去的瑞港公路那里 做一个接驳的一个部分 那索性在大概11点多的时间 那我们也把我们要起床的个案 那从那里安全的 把它接驳到我们的封兵湘公所 那接下来就是由他们的家属 带轨到域里做一个起床 说到强降雨的清洗 华六十四线瑞港公路 瑞瑞段路边塌陷 而封兵断那一头也没好过 沿路就有多处大小落石 土石流以及边波坍塌的灾害 而双方在半途中碰头后 天心患者在众人参扶下 徒步穿过土石泥流 坐上前来接应的车 从大港口平安处离瑞港公路 过程惊险万分 由于异常公路也在今早 摊坊中断 因此天心病患 顺利离开瑞港公路后 跟着家属北上 从光峰公路到光复 再沿着台九县 一路南下玉璃镇洗身中心 在强降雨中奔驰百公里多 终于顺利的平安就医 家属对各界一路上 无私的协助也万分感激 记者十一遇栏综合报道